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很多人过来都以为这个地方还是Kitty 其实它的地理位置的优势就是因为它接近于Kitty 它跟Kitty是景景相爱的 而且它靠近一个West Park这条高速公路 所以这个区域呢位于中国城的距离啊 还有位于市中心都是非常方便的 因为正好从这个房子一出来 从这个小区出来之后 马上就能上高速直接到市中心或者到中国城 所以它位于中国城的距离基本上就是在二十几分钟 然后位于市中心也差不多就在三十分钟左右这个样子 因为中国城就在休顿的二环上了嘛 所以说中国城跟市中心的差别就不是很大了 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房子 我还是要强调一下性价比 就是因为这个房子是55万美金的区间的一个房子 但是这个55万美金区间它又比较新 而且它的装潢和upgrade都比较多 然后它又有泳池 然后维护的都整体来感觉是非常的好的 休顿的房价现在是有涨 所以说同样比如说二十几万的房子 那去年二十几万的房子和今年二十几万的房子 那种感觉就很不一样了 那今年的四五十万的房子和去年四五十万房子的感觉又特别的不一样 所以那在现在来说 在Kitty和Fosser这些比较好的学区的这些位置来讲 那这个55万左右的房子真的是蛮不错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休顿地产感兴趣 或者您对我们所介绍的很多投资方感兴趣的话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现在先看房子吧 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房子是一个位于休顿Fosser区的一套房子 它的售价是55万美金 这个建商是一个比较好的建商 看房子的外观是一个stackle和石头两个这种材料组成的 像这种材料就是比较贵的外观 因为房子的价值跟外观有关系 跟面积有关系 跟很多的升级和区域位置都有关系 现在我们就进来看一下 一进门 就是这样的通天的高调厅 很开阔很open的感觉 然后左手边是一个套间 卧室带洗手间 是这样子的 这个条高它差不多会是九尺 然后石墓地板 这边就是它带的这个洗手间 这个房子四个卧室都带洗手间 然后再往这边走 这边就是一个书房 这个书房是没有铺石墓地板的 是个地毯 如果书房是石墓地板可能更感觉更好一点 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有沙特石墓百叶窗 这种升级是比较贵的 好了我们再往前走 这个房子它做了定制的窗帘 这个高调厅的大窗帘 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定制起来其实真的不便宜 一面窗户的窗帘就要四五千美金 通天的高调厅 整个感觉客厅非常的大 也有一点缺点 你看它的地面都是瓷砖的 如果这个地方全头铺成石墓地板 更漂亮一些 然后但是它的厨房是非常大的一个亮点 这个厨房的大理石是最贵的这种大理石 这种大理石的花纹比较大 然后里面感觉有点带着脆的这种感觉 通常情况下这是level seven的一种大理石 就是比较高端的 全这个全部厨房大理石家装完大概会要花15000至18000美金左右 还有比较好的这种陶瓷的sink 洗碗机 然后这个墙壳上的贴砖是比较漂亮的算是升级 可是这个炉灶 五个炉头这个不是特别高端的那种 飞波炉 厨柜也是高端的厨柜 差不多这整一个厨房的装修都是非常好的 因为特别体现房子档次的这个地方就是厨房 然后旁边有这样的挂衣架 储藏间 我们看一下这边 厨房的后面是个洗衣房 现在我们往这边看一下 这个圆桌所在的位置就是早餐厅 这个房子的早餐厅很大 主要是因为这个房子整体的居住面积是非常大的 所以它每一个房间都是很大 早餐厅在这吃早餐就能看得到外面的泳池 感觉还是蛮好的 这就是院子里的泳池 好 这就是一种一楼的整体的状况 现在我们去一楼的主卧看一下 在休斯顿的房子大多数的主卧都在一楼 它的主卧也是石木木地板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床是一个king的床 所以这个主卧非常的大 它有两条很大的拉布拉多都是跟主人在主卧睡的 但是整个房子非常干净 完全没有狗狗的味道 主人维护 主人维护的特别棒 就这样的一个主卧 主卧直接望出去就是这个院子的泳池 我们来主卧洗手间看一下 除了厨房之外 洗手间也是一个非常体现这个房子加装的一个亮点 这个房子的洗手间呢 大理石就没有那么好了 但是橱柜还是一样是升级的 然后这边还多加装了一个女主人的梳妆台 然后按摩室大鱼缸 非常大的双淋浴头淋浴间 这些全都是假装 还进来就是这个衣帽间 衣帽间很大 这边有一部分 然后另外一面还有一部分 好 现在我们再去二楼看一下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 一上来就看到这样的一个厨子 但是这个地方应该有暗格 我试一下 啊 果然有暗格 果然是一个有暗格的 然后里面是一个厨墙室 还挺大的这个厨墙室 而且挑高还非常高呢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game room二楼的客厅 右手边有一个卧室 卧室非常大 这个床是queen的床 带着一个洗补间 也是一个套件 所以整体的户型是感觉很好的 我们再去另外一面看一下 这是一个放映厅 放映厅弄的标准非常高 是阶梯状的 阶梯状的放映厅也是一种升级 通常情况下一个阶梯的升级 基本上花三千块左右 两个阶梯就要六千多块钱了 如果您后来自己去家装的话 还蛮难的 因为很少有专门做这个的这种家装 这是楼上的另外一个房间 这个房间也是带洗手间的 所以这个房子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全是套件 也是一个带淋浴间的一个权位 整体的居住面积是4200多尺 所以整体的感觉都每一个房间非常大 我们现在来院子看一下 哇你看这个地方 大理石都有升级 我去院子看一下 这个院子 全部做了硬化 周边铺设了这些植物 种了这些植物 是非常整洁和明亮的感觉 而且很好打理 因为全部做了硬化处理 泳池做的还是挺漂亮的 但是它的泳池设备并不是很复杂 也没有泳池加热系统 也没有SPAR的那个池子 那这样的话就相对稍微便宜一些 泳池后面还做了这样一个小走道 整体来看这个房子 55万的报价还是比较合理的 并没有说非常便宜 但是比较合理 因为泳池有4000多尺的居住面积 有1万多尺的占地 然后雪区又比较好 我们从这边看 就是这样子 它这个主人很细心 连这几块死了的草皮 又重新铺的 有个铺的痕迹 然后旁边这边呢 就是一个泳池设备 有的时候我们看 有带泳池的房子 我们就要看一下泳池设备的处理 泳池设备很复杂的情况下呢 这个泳池的标准是非常好的 但这个泳池设备相对简单 是没有加热设备的 但是相对简单的泳池的好处 就是维护起来也非常简单 越复杂的泳池 这肯定维护起来也相对的复杂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的 这只休斯顿房评 如果您对休斯顿房子 比较感兴趣 可以随时加我微信 关注我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